两周前才辞任伊朗副总统的扎里夫 27号宣布撤回辞城 重新返回副总统的岗位 继续主管战略事务 扎里夫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 表示经过深重考虑 并与总统佩泽西西洋商讨后 决定留在政府内阁出任副总统 并继续担当战略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扎里夫提到佩泽西西洋组建的内阁当中 有女性少数族裔及不同宗教群体 充分展现政府的多样性 即佩泽西西洋对于实现竞选承诺的决心 扎里夫还表示 县政府当中大约70%的政府部长及官员 都是来自战略研究中心的推荐 赞扬总统从善如流 64岁的扎里夫曾经担任伊朗外长 2015年代表伊朗参与核问题谈判 与中国 俄罗斯 美国等六国达成历史性协议 虽然美国后来单方面宣布推出协议 但扎里夫已经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 为西方国家所认识 也接接协助伊朗对外开放 本月初伊朗新总统佩泽西西洋 任命扎里夫为副总统领导战略事务 但他上任不到两周 就于当地11日提出辞职 理由是对自己的工作结果不满意 想回大学任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